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收看美国时期 8月1号第二个小时的VOA卫视 我是许波 这个小时的主要内容 除了国际新闻以外 还有时事大家谈 最新的美式民主 以及火墙内外栏目 不要忘了稍后 参与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首先把时间交给新闻主播李一华 请他来为我们介绍 这个小时的节目 一华 好的 谢谢许波 联合国大会星期四 将开会讨论沙特阿拉伯 提交的一项决议案 该决议案对叙利亚的暴力 表示严重关切 并批评安理会缺乏行动 这项决议案还对叙利亚政府 威胁对其所称的 外国侵略者使用化学武器 表示关注 该决议案敦促叙利亚总统 阿萨德下台 以利叙利亚和平过渡 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联合国大会表决 不存在否决权 俄罗斯和中国 曾在安理会表决中 三次使用否决权 平民使用重武器的决议案 叙利亚反对派活动人士报告说 叙利亚多个地区发生冲突 包括这个国家最大城市 阿勒坡仍在继续的战斗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 星期三在特拉维夫 会见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 帕内塔在此次中东之行中 还访问了图尼斯和埃及 以下是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帕内塔星期三 访问以色列国防部的时候说 美国和以色列有着牢固的友谊和防务关系 我们两国国防部长会面的次数 比和其他国家防长见面的次数更多 这是因为我们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 两国间不仅有牢固的友谊 还有着牢固的防务关系 我们要共同努力 确保我们有最强大的防御能力 尽我们所能保卫我们的国家 巴拉克回应说 两国间的关系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牢固 帕内塔星期三晚些时候 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弗和总统佩雷斯时 预计会重点弹击发生在叙利亚的暴力冲突 以及伊朗的核项目 给以色列和美国带来的威胁 不过他否认此次以色列之行 是为了讨论对伊朗的核设施 可能做出先发制人的打击 美国防长还将参观 以色列研发的铁穹移动防空系统 该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的火箭弹 帕内塔此次以色列之行 正值一个敏感关键时期 美国正在考虑更直接地介入叙利亚内战 以及如何应对伊朗的核项目 星期四 帕内塔将前往此次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 约旦访问 美国之一VOA卫视报告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 开始为期十天的非洲之行 分析人士说 克林顿访问非洲七国的目的是抗衡中国 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大陆不断增长的影响 美联社报道说 在访问期间 克林顿将警告非洲国家 要提防中国投资带来的潜在风险 因为很多经济发展专家宣称 中国在非洲的投资 是以非洲为代价付足了中国 报道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 克林顿虽然不会点中国的名 但将敦促非洲领导人 审慎考虑外国提议的项目 因为这些项目不要求完全责任 可能助长严重危害世界最贫困国家的腐败 中国上星期宣布 在发展迅速的非洲各国 进行大规模的新投资 北京寻求利用非洲的资源 来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去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 达到创纪录的1660亿美元 印度经历一次大停电后 目前电力供应已经全面恢复 在停电期间 印度有6亿多人无电可用 有关官员星期三说 印度北部和东部地区已经恢复供电 星期二的大停电 使20个邦的居民受到影响 印度这次停电的时间之长 在有记录以来位居第二 印度电力部长辛德说 这次大停电的原因 是印度各邦超额用电 导致电网不胜负荷而出现故障 但印度电力公司负责人说 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小规模停电在印度司空见惯 但分析人士指出 在印度争取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之际 这种大规模停电 凸显了印度基础设施的脆弱 对于很多关注奥运会的体育爱好者来说 2012年的伦敦奥运 和四年前的北京奥运相比 可以感受到很多的不同体验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美国体育迷加里戴维斯 在现场观看过九届奥运会 他说伦敦的奥运场馆 和北京的鸟巢和水利方 无法相提并论 但是伦敦奥运也有其独到之处 北京的奥运设施 的确让人叹为观止 但伦敦的奥运会场也不错 而且组织得很好 更重要的是 我可以在这里讲英语 来自洛杉矶的约翰法加蒂说 伦敦奥运会到目前为止还算有趣 但北京奥运会期间 当地人的热情更高一些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 北京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 比较集中 而伦敦则比较分散 反正我在北京看奥运会的时候 感觉上无论走到哪里 人们对奥运的关注程度 就更高一些 对于中国来说 北京奥运是展示国力上升的好机会 不过中国政府在奥运期间 对与之相关的政治活动 采取了严格控制 而在伦敦 活动人士和抗议者则可以自由活动 对于英国人而言 奥运会只是伦敦多年来主办的 各种大型国际赛事之一 来自立陶宛的奥运粉丝 阿洛斯·比鲁纳斯说 和北京奥运人为制造的华丽壮观相比 他和朋友们更喜欢伦敦奥运的欢乐氛围 北京奥运有点过犹不及了 我觉得伦敦奥运更加突出了对个人的尊重 此外还有很多体育迷表示 和四年前北京炎热的夏季相比 凉爽的伦敦天气 也使他们的奥运体验更加惬意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 许波 好的 易华 那么除了上述你报的新闻之外 还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想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呢 好的 许波 最近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奥运会的比赛上 其实除了比赛很好看很吸睛之外 运动员们的装扮也都很值得注意 你有发现吗 许波 是吗 那听起来很有意思 给我们说说 大家可能一般都只认为 运动员只穿着运动队服 但其实他们在小地方上都做了一些手脚 例如美国的游泳健将洛克特 在日前拿下400公尺混合式的金牌时 就发现他的牙齿上 涂了红蓝白的美国国旗颜色 更不用说以他名字为底的球鞋 就立刻出现在市场上 除了牙齿之外呢 对男女运动员来说 更普遍的是把指甲涂成自己国家国旗的颜色 没有想到这个指甲彩绘 也可以在这种时刻派上用场 真的很有意思 哦 易华 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有注意到 不过我倒是看到呢 有许多民众呢 对于身穿 就是和运动相关的这个服饰呢 很感兴趣 没有错 说到用衣服来展示自己对奥运会的关注 我觉得啊 就是奥运会应该都要为这些精心打扮的民众 颁一个奖牌了 一般的民众更热情地展示 比运动员能够更开放 他们在眼睛上 嘴唇上 还有全身上下 都表达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支持 还有展现创意 这也成为除了奥运会比赛之外的 另外一个有趣的看点 许波 好的 谢谢一华 谢谢你给我们介绍这些有趣的消息 稍后呢 我们要介绍最新的美式民主话题 请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的角度 自由的声音 美国之音 直接深入全面 BOA卫视 BOA卫视全新内容全面报道 听听您的声音 拓展您的视野 BOA卫视向您展示事件的真相 权威的评论和观众的心声 教你说地道美语 让你出口成章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 VOA卫视 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VOA卫视 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今天的美式民主栏目呢 为您播出水门事件第二集 水门事件案发后 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并没有直接受到影响 那么尼克松呢 于1972年11月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 但他却逃不过水门事件的阴影 一起飞机失事呢 揭开了冰山一角 令涉案的白宫官员们逐个沦陷 请看详细内容 1972年12月8日 美联航一架客机在芝加哥坠毁 遇难的乘客名单上 有一位名叫多罗西亨特 他的丈夫霍华德亨特 正是6月份因水门窃听事件 而被捕的嫌疑人之一 美国国会联邦调查局 和全美运输安全委员会 共同对这次坠机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 发现事故是因为机组人员的失误造成的 蹊跷的是 调查人员在飞机残骸中 发现了多罗西亨特的手提包 包中居然有1万美元的现金 经过深入调查 发现这1万美金 竟然是总统竞选班子 让霍华德亨特保持坚默的费用 原来早在1972年秋天 霍华德亨特就曾向白宫发出威胁 如果想让他在水门案的调查中闭嘴 就要给予他行政豁免 以及大量的封口费 这笔钱来自总统的秘密选举基金 而亨特的妻子多罗西 则是白宫向各个嫌疑人 传递封口费的信使 一个月前 尼克松刚刚在总统连任竞选中 大获全胜 登上总统生涯最辉煌的顶点 而这次坠机事件 宛若一个急转弯 把风光无限的尼克松推向下坡路 随着媒体对水门案连篇垒毒的爆料 1973年1月8日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公开审理了水门案 在法庭上 被告之一的麦克考德公认 有人向几位被告施加政治压力 要他们保持接默 而出面施加压力的人 就是尼克松刚刚任命的 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恩 我想重点关注总统的角色 他都知道些什么 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973年初 民主党占多数的联邦参议院 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调查水门事件 以及尼克松连任竞选阵营的非法行为 尼克松的两位高级助手 海尔·德曼、埃利·西曼 都涉嫌参与了水门事件 而总统最亲信的迪恩 更被指控主管掩盖这一丑闻的全过程 调查的矛头从此直指总统 尼克松决定弃居保衰 他为迪恩草拟了一份辞呈 并亲自交给了他 迪恩感到自己被总统弃之如碧驴 便顿时转身倒戈一击 他对国会调查委员会坦言 尼克松对被掩盖的事实真相十分清楚 我开始告诉总统 你的总统任期已经病入膏肓 他对着电视机镜头揭发说 在水门事件发生后不久 他对总统说 这次恐怕要花不少钱才能摆平 总统问到底有多大的需要 迪恩随口回答出一百万 结果没想到 总统竟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这笔巨款 尼克松解构了他 此时迪恩成为尼克松的主要指控者 孤注一掷的尼克松经过痛苦的挣扎 甚至受益他在白宫的左膀右臂 海尔德曼 埃利西曼 以及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辞职 自己则扮演起一名被亲信们 彻底蒙蔽的总统 但这份苦心并没有让他脱离干系 1973年7月 一名白宫前官员 亚历山大巴特菲尔德 向国会调查委员会证实 尼克松对他与各位白宫助理幕僚的谈话 进行了秘密录音 于是调查的焦点 转移到这些白宫办公室的录音带身上 尼克松生性多疑 爱耍手腕 有狡猾的迪克的外号 他对自己人也不放心 进入白宫之后 他便下令在主要的办公室里 装置了录音设备 以防有人说话赖账 殊不知 却正是这套录音装置 将它在政治上置于死地 尼克松明白 控制这批录音带是他成功脱身的关键 于是他试图利用行政特权拒绝向法庭交出录音带 他声称 这批录音带是属于总统的 因此总统有权自己保管它们 而不将之公诸于众 为了让尼克松交出这批重要的证据 调查委员会向总统发出传票 但白宫拒绝理会 在国会的压力下 司法部长理查森任命考克斯为特别检察官 专门调查尼克松与白宫在水门事件中的角色 考克斯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 却被拒绝 于是考克斯诉诸上诉法院 再次要求总统交出录音带 尼克松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 将录音带交给来自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坦尼斯 由斯坦尼斯亲自来听录音 之后再将录音文字摘要交给特别检察官 总统的理由是 白宫的谈话中包括了许多有关国家安全的内容 必须要严格保密 这个方案当天就被考克斯拒绝了 国会中人人都知道 斯坦尼斯耳背几乎就是个笼子 如果真如尼克松所愿 对录音带的调查也就成了笼子的耳朵摆设 尼克松急了 下令要解雇考克斯特别检察官的职务 尼克松很担心 因为他知道这些磁带将给他定罪 他命令当时的司法部长理查森说 你要解雇考克斯 并告诉他 他不能再步步紧逼了 这是违反规定的 因为考克斯说 我不辞职 我在维护法治 理查森说 我不会解雇考克斯 我辞职 司法部的二号人物 副部长拉克肖斯也说 我不会解雇考克斯 我辞职 此时 位居第三的总检察长博克 自动担任代理部长 最后 考克斯的职务是由总检察长解除的 媒体将之称为 星期六夜间的谋杀 美国民众愤怒了 随着总统卷入水门事件的真相 一层层被揭开 尼克松的名望直线下跌 此时 总统更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 令选民们忍无可忍 他们纷纷走上街头 抗议总统背弃美国的民主与法治精神 上诉法院的法官 西里卡则大笔一挥 向总统发出命令 如果不交出录音贷 判罚总统每天缴纳 两万五千到五万美元的罚款 1974年初 新任特别检察官 贾沃斯基继续向尼克松施压 白宫只交出了少数录音贷 此后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陆续传掉 各种白宫文件和更多的录音贷 尼克松以行政特权为理由 只上交编辑过的录音贷文字记录 1974年3月1日 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 七名与水门案有关的政府官员 尼克松虽然没有被起诉 但是却被指为事件的同谋 贾沃斯基为了把录音贷追查到底 一直把尼克松告到联邦最高法院 引出著名的美国起诉尼克松案 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决 要求尼克松交出所有录音贷 尼克松再也没有退录 只得从命 在1974年8月5日公布的 关键性录音贷中 有一盘清晰清晰的记录了1972年6月23日 总统与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尔德曼的谈话 这段录音证实 尼克松曾指示海尔德曼 让中央情报局制止联邦调查局 参与水门事件的调查 至此 尼克松参与掩盖水门事件的事实 昭然若揭 他心知 自己触犯了刑法 政治前途已彻底断送 尼克松重判清敌 国会的弹劾让他别无选择 尼克松如何在绝望中被迫辞职 请收看水门事件大结局 弹劾总统 好 欢迎继续收看VOA卫视 下面是一则刚刚收到的消息 世界羽毛球联合会星期三 宣布涉嫌伦敦奥运会羽毛球赛 丑闻的八名运动员被取消比赛资格 包括一对中国选手和两对韩国选手 一对印尼选手的四对选手 在赛场上故意打输球 引起观众强烈不满 现在就是时事大家谈节目的时间 我是主持人许波 近年来中国民众抗议环境污染的群体事件不断发生 过去一个月内接连出现 四川石坊和江苏启东两次大规模群体事件 暴露了政府决策危机处理 以及民众和政府关系中的许多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 好 坐在演播室里的嘉宾呢 第一位呢是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罗小鹏博士 另一位呢是世界观察中国项目主任马海斌先生 欢迎两位嘉宾 谢谢 我们知道上个周末 也是刚刚过去几天的这个事件 中国江苏省南通市下属的齐东口岸 这也是一个小城市 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体抗议事件 整个群体过程呢非常暴力 民众呢冲击政府机关 然后呢砸了警车砸了电脑 据说还有主要的政府官员呢被当众羞辱 那么中国有观察认为呢 这些事件呢得到迅速的平息 政府和中国民众抗议的民众呢 都做出了让步 所以呢官民可以说官民理性都占据了上风 所以中国有些官方评论认为呢 这是一次双赢 那么不知两位嘉宾怎么看待问题 首先马先生马海斌先生 首先从单纯从结果来说 这次启动这事件的解决 肯定比施法那次要好 因为施法那次那次 那次真的是非常暴力 采用了防暴检查 把催泪弹和那个震报弹都用了 然后真的有民众受伤 这次这次的暴力主要体现在那个民众 冲进那个市政府大院 然后把办公桌什么都弄开 然后那文件全部弄下来 然后寻翻检测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之所以解决这么快 是因为蓝童和启动就马上决定这个远远停止那个日本的那个王子排污馆的那个建设 但我认为这种不算是双赢 因为他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又是说最开始你整个项目的那个在立项阶段和批准阶段有没有真正的民众的参与 也没有真正那个科学的而且非常透明化的那个环境评估 然后你在这个事后当有争议发生 当有矛盾出现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足够正常的渠道 让民众能够纳入到那个政府决策的过程中 而不是说你封闭所有的东西 然后最后导致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最后只能以这种那个比较激烈的那个对抗的事件发生 好的那么卓博士你的看法 我也认为这个很难说是一个双赢 其实这里面输家很多 那个你比如说最潜在的 我觉得这个项目真正的考虑的其实是上海的这个利益 因为上海就在下游 它是为了保险 所以把这个水就万一这个污染出现的话 那不会因为上海要是民众一闹起来 那就更不得了了 那你现在这样等于这个原来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所以另外从政治的角度来讲 启东开创了一个也是一个其实他们不好接受 我觉得也是很危险的一个先例 就是说一闹就解决 那这个晚上中国可以闹的事情太多了 那好的一会儿我们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注意到启东事件 这一次的启东事件好像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就在一个月前四川的石坊 发生了甚至规模比这个还要大 这样一次事件 那么再早一些时候 有厦门的这个环保事件 有大连的环保事件 这些事件接二连三的出现这些环保 因为地方政府这个发展污染项目引起民众的愤慨 然后出现群体事件 那么这些事件接二连三的出现 以及最后还都能满足闹事群众的这样一个要求 那么这些问题说明了什么 罗先生你先来 这问题其实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很严重的 因为你这个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牺牲下一代人 而且这个 那么现在就是说 早先的你说都大连啊 厦门啊这些闹的那个 应该说还不是年轻人为主 那这一次 下一代年轻人对环保项目这么敏感 我觉得这个就他们已经意识到 这个就他们要付代价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那么刚才罗博士提到了 中国民众的环保意识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环保意识 在这个得到了猛烈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 那么马海斌先生你的意见 对我认为肯定是这样 因为年轻人他接触外界的信息比较多 然后他那个渠道也比较多 比如说利用微博啊然后上网啊 他可以绕过某些那个控制 然后能够得到接触国外的信息比较多 所以他能够比他的父辈能够更容易和接触到一些最先进的那个环保理念 当然他们的理念因为那个角色过程中一些不透明的机制 所以他们了解的其实也是比较拼命的 他们可能是觉得那个 哦这样一个排水工程肯定会造成污染 至于污染到什么程度 然后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完全得到控制 他没有这个 所以他们把这种就是说 还没有得到完全知识的这种认知 这种情绪带到他们的那个行动中 然后又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行动力 利用这个网络和电话或者这种最先进的那个交流方式 能够鼓动很大一批人 所以就造成这种群体事件的那个不太可控 然后在这种没有透明信息的情况下的那个不可控的群体事件 实在是一种很不稳定的意思 所以说我想这是当前这个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不在于说你要去控制民众的那个就是说 集会或表达意见的那个政党要求 而是说在于你那个政府的决策过程 必须要更加充分透明化和那个民主化 在那个前期立项的阶段 你必须就要那个让民众参与进来 然后让宣传我这个让民众看到 我这个所有的那个排污的那个手段是怎么样的 然后真正的最后能够排出的污水 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都要让民众去体验 体验之后它都会真正了解 问题现在的关键是民众对所有政府说的事情 它都没有那个信任感 即使你真的是这个 比如说那个日本的这个企业 按理说日本企业在世界上 在环保方面还是有很高标准的 所以说我因为没接触到那个具体的材料 我感觉日本企业在这个方面做的还是不错 可能这个其中或者是南投市政府 在这个立项的时候 也做过很详尽的那个环境评估 也认为是对的 但这个东西都没有公布给民众 民众不了解 所以他们有理由认为你是隐瞒了什么东西 好的 那么现在你提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政府决策 在决策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引起民众的不满 那么中国现在政府决策 尤其是在涉及环保项目这方面的决策 它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若不是 可能你对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有研究 我觉得它这个我同意这个方面 但是就这个项目而言 其实在发达地区的这些 现在它对这些问题考虑都比较多了 我觉得其实它是个多重的问题在里面的 因为这个从年轻的来讲 你就是做好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做不好的后果是我们来承认 所以它其实即使是你就这一个项目 你有充分的道理 而且你让他们参与了 但它的不满已经不仅仅在这个方面 所以其实这里面它是 也还有其他的 就是说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成果 是怎么分享的 它的后果 就负面的后果又是怎么分配的 所以它还有这个问题 而那个问题呢 仅仅通过这个决策程序 恐怕都已经不能解决 所以现在问题麻烦就在这里 就它是借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这个问题也存在 但是还有它 即使你是有道理的 它也不跟你讲 还有更深刻的一些原因 那么就是说呢 就是说像您提到 就是说经济发展的成果 不一定被每个人分享 所以大家不关心这些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这个政府在决策当中 像你说的那样 马海丁你说的那样 就是政府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呢 不透明 这个这里边引起很大 政府的诚信问题 另外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反映更深层次 就比较广泛的 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问题 因为你是知道 现在看到这些出现 这种群体事件的 都是一些比较大型的 那个化工项目 然后这也反映到 中国这个各个地区的 在经济发展的时候 它究竟以什么样的 经济增长模式 作为它的轮头 因为过去一些 劳动密集型的 来料加工啊什么的 能够支持当地经济发展 但进入21世纪以后 那个这部分的那个利润 和它的那个规模 都会都在缩减 所以说它现在要寻找 一种新的发展机遇 然后又没有太多的原创性的 那种真正基于当地市场的 一种就是说具有创造力的 然后具有高端的 那个附加值的 那个经济增长模式 所以它只能采取一些 发达国家 目前在向第三世界 转型的那些重化工项目 通过引进这些项目 来刺激基地的发展 这个就是说 不仅给当地政府 也给中国这个中央政府 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说你 你以什么依靠来 就是说 刺激你的下一步的 经济增长模式 然后你到底什么 作为你的核心竞争力 好的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您收看的是 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 是中国频繁发生的 环保抗疫事件的启示 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经济问题专家 罗小鹏博士 和世界观察中国项目主任 马海斌先生 欢迎您拨打 美国之音的国际电话 来400-120-051 来参加讨论 请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对于使用iPhone 或者iPad的观众 您到苹果应用商店 App Store 输入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下载并安装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安装美国之音的英语学习应用程序 如果您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设备 请到Google Play 输入VOA News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中文新闻的应用程序 输入GoEnglish.me Chinese 就能找到美国之音 英语教学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的 现在到了我们接电话的时间 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已经等候在我们线上 要求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现在就来接听他们的电话 首先是江西的李先生 江西李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们江西是 我们中国啊 这是富派啊 就是经济发展呢 是没有的 是吹牛的啊 港部上美国 我们美国的经济 是比中国还要好一点 美国是说有民主的国家 好的 谢谢你 谢谢江西的李先生 明白您发表的观点 下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你好 那个我讲一下 这个我说这个 各地的这个环保 这个抗议事件 实际上 实际上说句实在话 实际上还是一个 不外的问题 咱们说不外的问题呢 你比如说 他引进一个项目 往往都是这些官员 引进来的项目 跟某些个官员有关系 你比如说像什么 拆房子拆地啊 他们这个极力的推 把这个项目要推出去 那他们自己得到好处 所以说你想 他要是说为了为人民服务 为了什么这个造福一帮百姓 他们来极力的推个项目 现在可能吗 根本就不可能 好的 谢谢您 实际上还是腐败在里面作怪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刚才我们讨论了许多呢 关于这个政府决策 特别是有一些 引起争议的这个项目 然后政府决策呢 不透明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天津这位张先生呢 他说这些问题说到底 是一个政府腐败的问题 这里边有许多猫蜜 有这个因素 但是就这个项目来讲 你说其实主要因为 日本这个太子职业的这个名声啊 其实他对自己的名声啊 对自己的这个环保的标准 还是比较关心的 所以政治这样的话才可能到 但是呢 除了这个腐败以后呢 还有确实也有一个地方之间的 利益之争的问题 在这个你就说你得了好处了 那你把这个危险 影响到西东没得到好处 对不对 上海也没得到好处 它是腐败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但是其实 那么海滨你认为腐败 占政府决策当中多大因素 具体就这个案例来说 因为我们不太了解情况 所以也不好乱说 就是说 其实说它是因为腐败 所以才引进 那我觉得腐败更大程度上 是就像卢老师刚才说的 是一个利益与成本分配 不太均匀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现在 加上那个决策不透明 所以民众觉得 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考虑 就是说在最先开始 那个决策的阶段 他们的那些诉求 一些关心的东西 没有好像没有被政府采纳 然后在那个成本方面 他们又因为不透明 所以他们担心这些成本 最后是由他们来承担 比如说启动当地 它的经济的一个支柱之一 就是渔业 如果你这个牌物馆 排到那里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污水污染的话 那你当地渔民 是最大的受害者 你光源你可能 可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是渔民对他们来说 就是完全是生存云 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 所以这种利益与成本之间 所以不均匀 在被这种不开放的 不透明的机制放大了 所以才造成这种 民运的激愤 而且中国确实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增长 就是好处和成本的分配 是高度的不对称 就是说总是把那个成本 风险代价都转移到下面 转移到农村 所以现在等于这个反抗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样 实际上这里边有上海 和南通启东之间的 这个利益出问题 对对对 而且也有城乡 对吧 你这个农民 它足足卫卫 它就靠着 农民的组织性是比较强的 对 这渔民 渔民的 他是出海的人 生产方式有关系 对对对 那么现在看起来 启东事件是逐渐平息了 但是这个启东事件 留给我们的这个启示 确实相当的大 其实官方也在反思这个问题 中国官方 日前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呢 题目就是 实访启东的模式 必须打破 这篇文章呢 它提到这样一个 这个比较危险的后果 就是说呢 政府决策肯定是有问题 在决策这些 这个就像刚才你提到 政府决策不透明 没有充分地向民众论证 这个工业项目的这个 正当合法性 于是呢 引起民众的反弹 那么民众纠正 认为纠正错误的 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采取激烈的抗暴 激烈的这个对抗的一个形式 所以像石坊和这一次的启东 都出现了这种局面 那么这种后果 这个环球时报的这个 这篇文章的结论 就是这种后果呢 就引起这样的一个 比较灾难性的这样一个后果 那就是说呢 鼓励人们拒绝相信政府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采取激进的手段 来实现自己利益的诉求 中国官方媒体认为呢 这种后果将给中国经济 日后的发展 造成严重的恶果 罗博士 你的看法 这个他看的是对的 但是他并没有点穿这个 因为民众呢 里面他就是 他没有领袖 你这个事情 这个不能怪民众 民众希望有自己的领袖 你这样的情况 你现在你一个县委书记 你怎么跟这个 成千上万的人去谈判 你必须要找他 民众中间的这个领袖 可是中共它一直就害怕 这个问题 它不能让你民众里面 有领袖出来 出来一个就有苗头了 就把你整掉 这个问题解铃还是细铃人 所以市民社会 这个还不是十分健全 海滨 对 我同意卢博士的观点 就是说这个模式 的确不可持续 但不可持续的根源 解决的根源 不是说让民众不上街头 不去抗议 因为涉及到他 生存的最基本的问题 他当然有权业抗议 关键是在于你 你是不是在采纳免疫方面 有这个让民众的意见 得到那个采纳 或者发泄的渠道 正当渠道 因为关键这个 整个过程中没有 你决策阶段 就像因为不透明 所以你完全 就等于让民众感觉到 你没有估计他的意见 然后事后 你有没有一个正常的民众 比如说选择代表 然后过来跟我们谈判 然后是不是 选择民众的代表 直接带到那个排污厂 去检验他的 那个什么排污设备 这些 都没有这样的相关的措施 就是说往小里说 这个应急反应措施 和那个危机公关 都没有这样 没有一个很好的 很流畅的渠道 然后往大里说 就是说民主决策 然后那个项目评估 这些也都没有 没有既定的那个规则 就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他只能找到一个 最容易 最直接发泄 他情绪的方式 那就是上街 然后这种上街 好像又是无组织的 然后特别容易引起一些 即使是对这种游行 发起人 他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就是说一些 总有一些人 他在群体世界中 会扮演一种 也就是说 发泄他在其他方面 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或者其他方面不满 他把这些发泄到 带到这个事情中 引起一些失控的行为 比如说一些推翻汽车 或者是重新市政府 甚至直接对警务人员 采用暴力这种手段 好的 我们来继续 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 打来的电话 福建的庄先生 庄先生你好 请讲庄先生 这个温暴化的问题 应该全民觉悟 比如说每个人看到 这样破坏环境的行为 都直接拿起电话来 拨打当地的温暴机 温暴站 虽然不管有没有受用 你最起码你知道 这个温暴机是不是摆设 但是废起 人人都来关心 也是会起一点作用 但那些局部 抗暴混 混的跟他斗争 我看都没有打赢过的 比如说他有的 他派公安局不讲 打不过 他又派部队来 中共的势力现在正强盛 你看美国到南海 来叫命令他 好的福建的庄先生 谢谢您的评论 时间的关系 我们争取让每一个听众 都有发言的机会 刚才不过庄先生 倒是提到了 就是说 中共在处理危机的方式问题上 有很多问题 我们看到这一次 好像这一次启动抗议事件 中国当局从一开始就比较软 是不是 据说官员衣服被扒了 也没有引起他们特别强烈的反应 而上一次的四川 十房那个事件不太一样 那次地方政府一开始 态度非常非常强硬 但是后来还是软下来了 对 这个也反映中国政府 可能是在这种事件中 也在学习 怎么去应对这种 就是不断增长的民众 要表达意愿的需求 这可能也是 就是说 很模糊的 可能就是说 很长远的就是说 可能会引导到一种 就是民主财拉意见的过程 但是目前阶段 你只能说 它还在吸取经验教训 但是从这个具体的决策过程来看 又很有问题 因为你 这么大一个项目 你前期立下来 也已经在进行过程中 然后你现在因为这种事件 民众有可能不是 太了解情况的一种群众事件 你又嘲笑地把它否定掉 对 这更加让民众觉得 你开始的决策是不科学的 是没有经过详细认证的 是真的没有那个顾忌环境的 所以就反过来 又加剧了民众 对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将来就是说 不希望 我是不希望有这种 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政府必须要学会 就是说 你怎么让你的政策 决策的过程演变得可持续 而不是说 你的那个所做的事情 我们想要的目的是可持续 就是说 你可能在想做一些好事 就给当地人们带来福利 然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但是你决策的过程 必须是让民众体会到 你是有这种想法 然后你决策的过程 是详细考虑到所有的情况 然后这个过程真的是可持续 而不是说我想要可持续 但是你才用一种粗暴 草率的方式来决策 这样做出的结果 反倒是不可持续的 好的 那么海滨刚才谈到了 这个实际上是政府施政的 这个随意性的问题 这么大一个项目 说上就上 然后民众一闹呢 说撤就撤 这里让人觉得 这个政府呢 是不是在决策当中 有些比较过于儿戏 所以有人提出 这个中国政府决策 现在这个随意性 这个问题 若先生 我觉得这一次 就这个事情来到 也不一定 其实他这个 那个 实访那个 应该说是 就是走得很过分 这个事情 其实是有很大讨论余地的 但是呢 他这一次要 关键他的决策 最后还要服从政策 十八大之前不能出事了 你 他就是 所以不惜一切代价 要保这个十八大 中国还有这个问题 他尤其是释访的事情以后 他现在觉得 如果在十八大之前 或者十八大召开之间 再来这么多血腥鹰的事件 所以他要把这个 整个这个中共的形象 要维持住 他在这个时候 所以政治上的考虑 非常大 政治上的考虑很大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谈到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民众 目前的这个 这两次事件 以及前 在这之前的这个 厦门啊 大连的这些事件呢 都反映了中国民众的 环保意识呢 在逐渐提高 那么这种环保意识提高的 这个一个结果呢 就是 凡是地方政府发展 对环境有污染的 有害项目 那么我们就闹 我们这一闹呢 也可能呢 这个事实证明 一闹就还争管用 是不是争管用 那么这里边呢 这个有许多有识之士呢 实际这里边就提出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许多项目 刚才罗布什也提出这个项目 就是许多项目呢 不是完全像民众说的那样 不尽合理 你比如说有 现在就有许多听众观众们 他们提到这个四川石坊 那个地方 四川石坊的经济还不发达 不像这个东部的 这个经济这么发达 那么当时那个项目 就是那个是个金属加工厂 那么那个金属加工厂 那个污染项目 有很大污染 但是呢 它却给地方带来 很大的经济效益 那么在经济发展 还不是特别发达的地方 是发展这个经济作为优先呢 还是环境作为优先 这个问题可以讨论 可是现在呢 没有讨论的余地 所以呢 观察人 有观察人认为 这种后果很危险 首先民众环保意识 的确是在增强 但是环保意识 它不等同于 那个环保知识 因为意识只是一个 就是说很表层的 就是说我看到什么 我马上要发表意见 我真的是关心环境 所以任何对环境 有影响的东西 我都天然地反对 但是环保知识 就是说你得去 针对每一个案例 去详细分析 它是不是真的 能够带来 能带来你所认为的危害 在这方面我觉得 这个知识方面 无论是民众还是政府 都做得还很不够 就是说政府应当 更加推广这种知识 就是说通用各种手段 大众传播啊 然后各种宣传手段 去把这些知识 具体地让每一个民众 能了解到 而不是只是说那个 让通过民众 自发的一个 很模糊的 那个没有很多基础的 一个环保意识 来作为一种 那个情绪化的表达 就是说将来的话 中国政府一直在 就是说要做 绿色发展什么东西 但绿色发展不是一个口号 绿色发展实际上 你要是要融纳到 你的每一个决策的过程当中 融纳到你每一个政府 和民众的交流的过程当中 多不是 它不光是知识问题 现在更缺乏的是信任 因为你让每一个人 都掌握那么复杂的东西 但是很专业 那你现在就是说 无论是官员也好 专家也好 都没有信用 对吧 你这个情况下 你都是骗我的 我不可能去化验这个东西 我也不可能知道这个 但是我知道的就是说 这个你们都 出了事你们都跑了 这后果是我们的 所以说他这个信任 其实是 不是由环境本身的事件带来的 而是从其他各个民众 各个生活中 其他各个方面 从其他的体验带来的 就是说他在其他方面 觉得他受到了不公众的待遇 然后环保这个东西 它只是个影子 他就是说 在这种环保事件中 他把其他方面 他所受的待遇 所受的那种 积压的那个情绪 反映出来了 然后因为环保 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影子 是因为他确实是 最容易看得到 而去影 最容易影响到 大众的一个东西 好的 我们由于实践的关系 我们今天 实施大家谈的讨论呢 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来宾和观众发表的是 他们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和VOA卫视 好 请不要离开 我们接下来 还有精彩节目 观众发表的 好 欢迎回到VOA卫视的直播现场 中国在互联网上设置了壁垒森严的防火墙 这道现代版的万里长城 使中国大陆亿万网民无法在网上自由冲浪 那么VOA卫视的火墙内外 就是要为广大的中国网民突破这道墙的封锁 展示墙外的海阔天空 接下来就是VOA卫视记者江河 为您介绍最新一期的火墙内外 火墙内外 众所周知 中国最大的微博网站新浪微博是靠打名人牌起家 依靠被认证的名人和知名机构拉升人气 可是另一方面 新浪又希望自己旗下的名人能够循规蹈矩 不越雷池一步 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名人 新浪微博也是毫不手软 敢于逼他们出局 最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新浪微博的账号就遭到封杀 顺便提一下 美国外交官一直通过社交媒体促进他们的公共外交 美国政府机构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一些美国驻华官员还开设了个人微博 据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微博 是目前最火的外国机构官方微博之一 不过 这些经常调侃时政的外国机构微博 一直是让新浪感到十分头疼的问题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微博账号被封杀的经过是这样的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位发言人7月12号说 那天早上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一觉醒来之后 忽然发现他们在新浪的微博账号 不翼而非 新浪并没有给出具体原因 领事馆也不清楚 究竟是他们的哪一个帖子引发了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在他们在新浪开设的博客中表示 他们正在试图搞清楚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 并且希望可以尽快恢复 他们在新浪微博的正常运营 据美联社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卫敏表示 他不知道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微博被封一事 他还说 中国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管理英特网的 新浪发言人则称 他不知道这件事情 新浪微博一位雇员表示 这可能是一个技术故障 有关这一事件的各种说法 似乎扑朔迷离 但是事出有因 我们还是可以顺藤摸瓜探索事件的真实起因 要想知道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微博被新浪封杀的可能原因 就需要从6月30日天津季线的那场大火说起 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 10人在大火中遇难 然而在微博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则是 6月30日美国纽约一商煞起火 广播里高喊 不结账不许走 随即大门被关上 商场如焚化炉一样 火化了包括100多个孩子在内的378个活人 显然这个帖子是影射天津季线那场大火的 于是有的网民在微博上发帖 请美国政府就纽约市烧死中国天津人做出解释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回复则是 这是一场让人痛心的事故 不过我们侦查了美国所有的媒体报道 这事可真不是发生在纽约 因此美国领事馆的微博几天后就遭到封杀 自由撰稿人肖立军说 美国领事馆的回话中话里有话 这可能令当局感到不满和恐惧 因此导致美国领事馆的微博账号被封 许多网民针对新浪当局此举表达了他们的愤慨 有人甚至提出建议说 为了回应中方封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微博账号 请美方注销中国官员及其子女在美国的银行账号 他们还称这样的报复措施体现出礼上往来 也有网民在微博上故意这样提问 如果美国真的注销了中国官员在美国的银行账号 他们是不是可以还清中国的债务了呢 在新浪微博拥有近400万粉丝的经济学家韩志国 在他的微博上调侃说 中国终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新式武器 微博消耗 如果小日本敢冒犯钓鱼岛 就坚决消耗 不用客气 中国官方媒体对此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环球网发表评论员文章 回应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微博账号被封杀事件 评论称 美国领事馆通过微博传播其价值观 关闭微博是对其傲慢心态的一种应对 也是中国社会在思想上对外来传染病毒的一次抗拒 该评论希望美国驻华领馆由此学会慎毒 这一事件还引发了许多余波 一些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发帖称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微博账号被封之后 该领事馆发言人史密斯·哈里森也加入了转世党 以史密斯·哈里森二世的网民申请了新的账号 并且在新账号上反复痛批新浪微博 称新浪微博是个流氓 结果这个账号很快又被封杀 在这之后 新浪微博上不久又冒出了一个 史密斯·哈里森三世继续抨击新浪微博 有些网民还把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戏称为美帝上海总惹事馆 不过根据华尔基日报的报道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位官员称 那个转世的发言人是假冒的 可是时至今日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微博 仍然被关在他母叔叔的小屋 不仅如此 甚至连领事馆这三个字 在新浪微博也成了被封杀的敏感词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连串假冒的 转世发言人看出民意 我的态度是坚固 我的心情是糊涂 就这样被你删除 碰上留我的长途 我的微博已落幕 我只斗不出投诉 我只要个人之间 我太敏感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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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阻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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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 欢迎您寄送电子邮件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chineseatvoanews.com 最后我们提醒您 中国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请准时锁定VOA卫视 好 我是许波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